据环球网消息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 当地时间4月5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就发生在乌克兰基辅州部 恰式的平民死亡事件表态 他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悲剧表演 旨在诽谤俄罗斯 而俄方将拒绝对俄罗斯军人的任何指责 并支持对该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 我们仍然坚持认为 任何对俄方的指责 对俄罗斯军人的指责 都不是毫无根据的 但这没别的 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悲剧表演 佩斯科夫说 整个事件的过程 还有大量的数据 事实和其他参数 都清楚地表明这是伪造的 目的是抹黑俄军 他表示 但这永远不会得逞 报道称 佩斯科夫指出 美国政府内部对不洽事件的声明 都是矛盾的 我们请你们注意 美国人里出现的矛盾 当总统把这件事 称为战争罪的时候 五角大楼却发声明说 并没有准确的数据 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 记录了下来 佩斯科夫补充说 对于西方 再不恰的挑衅 西方只是用眼罩 蒙上了眼睛 耳朵 不想听到任何事情 他表示 很不幸 这是现实 但即便如此 俄罗斯仍将积极宣传 自己的立场 当有记者问及 是否可能就此事 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 全体会议讨论时 报道称 佩斯科夫强调 额外交官正在努力 推动相关会议的召开 佩斯科夫说道 工作还在继续 你们知道的 他们以一种 前所未有的方式 把杀力放到机器里 他们阻碍着我们的行动 但尽管如此 我们不会坐以待毙 乌克兰媒体 4月3日公布了 一系列不恰式平民死亡的 视频和图片 乌方指责俄军 对这些平民犯下了暴行 不恰事件发酵后 俄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 就事件举行会议 但遭轮职主席英国拒绝 当地时间4月4日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鞭 甲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俄方将于4月5日 向安理会提交证据 证明不恰事件 是由乌克兰方面 策划的宣传活动 他称 联合国安理会 轮职主席英国 拒绝俄罗斯要求 召开紧急会议的请求 这一举动 破坏了安理会意识规则